秋冬禁捕麻油鸡姜母鸭 过头了当心这问题哦 网友爱吃补 每次立冬后天气冷嗖嗖 就爱吃姜母鸭麻油鸡来禁捕 但是这样一直吃会不会补过头啊 医生说食补前需衡量体质 找寻适合的食补方式 像麻油鸡姜母鸭属温热的食补 比较适合手脚冰冷 体质偏寒的民众补生 如果吃龙灰腹泻代表体质太虚寒 可能需要从四神汤啊 四菌子汤开始先吃 当归啦加点狗鸡汁啦 把它泡在酒里面 米酒或者是料酒里面 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滴两滴这样 又可以驱寒呢 又不会说吃了全部是牛肋的 饮想肠胃的一个吸收 但医生建议每周食补一次即可 以免补过头身体太燥热 导致嘴破爆剂猫都等哦 至于火气大慢性病三高 或有免疫疾病和透风等民众 最好就别食补啦 以免不利病情控制哦 先回周星期报道 哇哦像世界争骗 你旅居海外行脚各地 用影像说故事讲道理写日记 你最自豪的Vlog 在每日近三千万浏览人次的 苹果网站投放 报酬优渥重金奖励 作品潜济有创中心 如果我忘记您了 我买的Vlog 是宝贝 的